这是一座会洞的建筑 九根铁链将一座楼宇与山体紧紧相连 这种以铁锁挂隔于峭壁的构造方式 创造了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奇迹 高耸的山巒成为匠人展示巧思的舞台 盛大的仪式寄托着人们最朴素的祈愿 华夏文明的一缕根脉 在这样的盛典中不断流传 每年的农历三月初 河北涉县的谭音村开始准备一场特殊的民间祭祀活动 火候车代表军演 这个火候车上面还有这个门 还有这个鹿风山 在涉县 民间女娲祭祀活动被称为百舍或上舍 各村以结舍的形式自发组织乡民祭祀女娲 在县城西北十几千米的中皇山 有一座纪念女娲的庙宇 名为蛙皇宫 以蛙皇宫为核心 周边七个村子组成了七道社 社首是一个社的组织人 这个组织人不但要得高望重 而且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作为谭音社的社首 几个月前 汤水瓶就开始谋划打造祭祀女娲的花车 在祭祀女娲的活动中 花车代表着迎送女娲圣像的鸾架 作为七道社中的头一道 谭音社将第一个登上蛙皇宫 这将代表无上的光荣 一座孤峰独秀 形似屏风的齐绝山峰 这就是汤水瓶他们 组织祭祀活动的最终目的地 中皇山 在中皇山孤高陡直的峭壁上 一座气势宏伟 典雅庄重的楼宇 矗立在万山腰 远远望去 它就像一座悬挂于绝壁之上的天宫 飞檐翘角 金碧辉煌 令人叹为官职 这便是古人为祭祀女娲娘娘而修建的庙宇 是 蛙皇宫 这座古建背靠悬崖 飞檐翘角 气势恢弘 主体建筑 蛙皇阁通高二十三米 共有四层 第一层以山崖上的石窟而建 上面三层楼阁则如积木一样搭建在一层的石窟之上 它不仅是中国规模最大 保留最为完好的纪念女娲的庙宇 也是全国范围内召见时间最早 影响地域最广的 凤四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 蛙皇宫的主体建筑三个楼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位置呢 是叫拜殿 就是专门供奉祭祀女娲 曹拜的一个场地 这里边呢 是一个石拱圈 在这拱圈的上面 兴建了三层楼阁 程俊芳对涉县地区的古建筑 尤其是对蛙皇宫 有着多年深入研究 在他对于蛙皇宫的了解中 这处寄托着民间信仰的建筑 最初并不是眼前飞檐翘角 灰红的样貌 在不同版本的设限制中 都记载着中皇山上 祭祀女娲的场所 源于一个天然形成的岩洞 到了汉朝 古人在悬崖古洞的基础上 开凿了三个洞窟 到明朝天启六年 修造者又在南侧的洞窟外 建起半圆形石拱顶 并在石拱顶上 修建了三层木制阁楼 蛙皇宫才出具规模 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蛙皇宫 是清代重修之后的样貌 蛙皇宫坐东朝西 高二十三米的四层阁楼建筑 最底以山体天然动听而建 低层为拜殿 其后部为山体上开凿的石窟 女娲像被安放在最明显的位置上 在建筑和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眼中 无论蛙皇宫经历了多少次扩建重修 其内部的石拱顺结构都未曾改变 这是保证这个庙宇存续至今的关键 因为这个拱式建筑 它作为一个基础 它比较坚固 而且这个拱顺没有建在石窟的前边 那么当它受到外力的影响的话 它这个它是交错的 它会越挤压越紧 所以它更坚固 拱旋结构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多有应用 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赵州桥 横跨小河的赵州桥已有千年历史 隋朝工匠李春 开创性地以单孔场间的形式 建造了这座石拱桥 这样的形式平衡了桥梁跨度与桥面高度的矛盾 同时桥体两端的小拱 起到了缓解河水冲击 减轻桥梁总体重量的作用 让赵州桥留存至今 成为中国建筑瑰宝并享誉世界的 便是它的拱形结构 石制拱旋的大量运用 则是保证桥梁总体稳定的关键 事实上赵州桥已曾经历多次修训 但更多的是集中于桥面 栏杆 栏杆等处 千余年来 桥身的拱旋结构并未经历大的修复 这足以证明拱旋结构的稳定性 拱旋结构一般由木质 石质材料 以规定的弧度 角度累加 拼叠而成 它可以有效地将来自上层的重量向外分散 同时 建材本身的相互挤压作用 控制着拱旋结构总体受力变形的幅度 从而保证结构整体的稳定与坚固 挖黄格外殿以一块块长条石累契而成的拱旋结构 营造出一个牢固的石拱地基 这样的地基确保着上层土木结构建筑的稳定 然而 对于一座依山崖而建 同时 又要接纳众多朝拜者的庙宇来说 仅有坚固的地基 并不足以保障它的安全 历代对于挖黄宫的修缮 让这座庙宇规模不断扩大 整座楼阁也变得更加宏伟 随之而来的是络绎不绝的祭祀者 登楼祭拜榴莲铸足的同时 远眺山景一览山河壮丽 这似乎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必然的经历 而这往来不断的人群对于挖黄宫便是一个挑战 楼阁的上层建筑为土木结构 木质材料起着关键作用 梁 船 领 柱 几乎每一个木质构建都对支撑起这座楼阁起着关键作用 它们分解其他构建传导而来的重压 但其自身也有受力的临界点 登上挖黄阁的祭拜者会感觉整座建筑在轻微的摆动 惠动的楼阁也成了人们对这座建筑的描述 作为木质结构的主体 木材本身具有一定的抗力 但受力增大且不均实 木材本身会发生弯曲形变 翻映在挖黄阁上 当登楼者增多且大多集中在一个区域时 附近的木质构建受力增加发生形变 此时楼阁本身会向受力的一侧倾斜 当人数减少受力变小时 木材恢复到原本的形状 楼阁又恢复平衡 正是这种在倾斜与恢复平衡之间的往复变化 给祭拜者带来楼阁会摆动的感受 仅仅依靠木材本身的特性来保证楼阁的稳固仍然不够 反复经历形变与恢复的过程 对木材本身会造成伤害 一旦某一部分的木质构建无法复位 楼阁就会发生倾斜 倾斜后无法复原 无论古今都是建筑师们最棘手的问题 但对于林牙背山的挖黄阁而言 这似乎并不是难题 古代工匠自有解决他的智慧 我们看一下在我们头顶上 这是平常的时候 修建几了九根铁锁 如果说这个楼上人增多的话 这个楼体就会向前倒 那么这九根铁链就会全部拉直 所以这个阁楼就叫活楼调庙 挖黄宫的主体建筑挖黄阁 远看是紧贴悬崖的 但实际上挖黄阁与后面的山体并没有相连 正是建筑与山体间的狭窄空间 给了古代工匠解决楼阁倾斜问题的思路 为防止楼阁过度摇晃而垮塌损毁 挖黄宫修复后不久 便在楼阁后面的山体上开凿了拴马鼻 然后将二层楼阁的后墙柱与山体用铁锁连接 这九根铁锁并不粗大 但它的一端连接着坚固的山体 另一端准确地连接着建筑相应的受力点 且位置分布均匀 高大的山体提供着难以想象的重力支撑 它与铁锁一同负责着身前楼阁的稳定 古代工匠的智慧还不止于此 铁锁的出现影响了建筑的美观 于是古人又用砖石将楼阁与山体相邻一侧的柱子累契包裹 这样一来既降低了阁楼发生垮塌损坏的概率 又确保了建筑总体的美观不被破坏 以实质拱旋结构的败垫为坚固的基底 再以九所联楼的方式确保楼阁稳定 在挖皇宫的主体建筑中 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 历代工匠都在极力保证它的稳固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为这座建筑的修建 付出如此多的努力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中皇山名字的由来 以及挖皇宫为何建在此处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女娲人们并不陌生 她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女神 神话中的女娲炼食补天 给大地免除灾祸带来安宁 她团土造人 文明得以在神舟沃土上开枝散叶 也由于这样的神话 女娲被尊为大地之母 人们视其为华夏文明的始祖之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对于华夏文明始祖三皇的身份 有着不同的描述 其中一种看法 将伏羲女娲与神农视作三皇 在这种看法中 女娲因位列伏羲与神农之间 故也被称为中皇 正是这个缘故 让太行山中 这座供奉着女娲神像的山巒 得名中皇山 对于中皇山一代 女娲信仰具体起源年代 如今已不可考 但从古人 在娲皇宫石窟内留下的文字中 却可以窥见这种信仰出现的大致时间 以及对佛教等其他文化的影响 除主体建筑挖黄阁外 这面山崖上还有三座石窟 合四处掩壁 古人用细腻的手法 将佛经密集地雕刻在掩壁上 在书法研究者眼中 这些磨牙刻经 对书法研究和捐刻演变 极具参考价值 同时对研究佛教文化 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历史标本 刘元堂是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与书法学院的教授 他曾经多次到娲皇宫 考察磨牙刻经 根据他的研究 娲皇宫的磨牙刻经 大部分捐刻于北齐年间 那么他具备了楷书的截体特征 同时呢 他又有这个力书的这种骨灼的味道 比如他的截子比较扁 又特别清雅 又有形熟的一些比喻 所以呢 王皇宫 北朝摩雅刻经呢 他一定是北齐楷书的一个作品 他能代表了我们北齐楷书的一个最高高度的一块作品 这些清静圆融的石刻经文 随历经一千多年的岁月磨洗 依旧沉淀着历史的沧桑 他们既是某一个时期 中国文字书法演变的佐证 又揭示着中皇山一带女娲信仰出现的时间 捐刻于北齐时期的佛经 说明在此之前 人们便已经在身体间的天然岩洞 以及石窟中开展祭祀活动 这也就意味着 当地人对于女娲的信仰崇拜 不会晚于北齐 一部分学者认为 涉县人对于女娲的崇拜 与涉县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 河北省涉县地处太行山深处 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 发源于山西的清张河 浊张河 在涉县和张村汇合 形成张河 在金文中 涉字的中间是水 水边是两只角 从中不难看出 这个字用以形容在水中行走 以涉字为遗县之名 一方面描述张河流经陷阱 另一方面又在隐约中 带有描述此地环境艰辛之意 正常时张河水量不大 卵石外露 但一道汛漆 洪流汹涌 水患是古时涉县人需要面临的一道难关 这让生活在这里的古人希望借助一种信仰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在渴望家园平安 风雨顺遂的古人心中 补天旧式的女娲有着无上的地位 对于女娲的信仰也由此流传开来 为了遵奉自己心中保佑苍生平安的神明 古人不断扩大着挖黄宫的规模 也不断地运用着各种巧思 让这座寄托着人们平安心愿的庙宇更加牢固 以地质研究的视角 看待挖黄宫所在的中黄山以及太行山脉 这一区域地质活动相对频繁 历史上地震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也正是处于这样的情况 古代工匠才会想尽办法 让挖黄宫安稳地立于微雅之上 纵观整个社县 人们祭祀女娲的场所不止一处 挖黄宫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杨丽慧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作为研究女娲文化的学者 杨丽慧教授曾经在全国各个地区考察女娲信仰 在她眼中设县以挖黄宫为代表的女娲崇拜 在全国独树一帜 因为女娲在中国的神话和民间信仰里 全国都很普遍的 那么设县的女娲信仰是最为密集的 一个县的境遇里面就差不多有20多座女娲庙 各种丰富形态的这种女娲信仰 所以这个在全国是绝无仅有 在社县 对于女娲的信仰不仅体现在挖黄宫的修建上 她们有着自己特有的方式 表达心中的敬仰之情 每年一度的盛大祭祀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社县民间女娲祭祀不仅年代久远 而且各类礼仪流程也完整保留了下来 各村以结社的形式 自发组织乡民祭祀女娲 以挖黄宫为核心的周边七个村子 组成了七道社 社县的摆设活动源于核实 竟无法考证 但这个由来已久的风俗传承至今 历经数月的准备 谭音社的花车已接近完成 社首汤水瓶和乡民一起 为花车做最后的布置 三月初一祭祀仪式开始 谭音社需要把本村供奉的蛙皇圣母像 请入软教 再送上花车 谭音村准备的上社队伍 是祭祀圣母女娲的最高规格队伍 从这一天起 蛙皇宫将举办半个多月的庙会 各社还将在本村内举行各类活动 祭祀蛙皇 如今 以蛙皇宫为主要载体的女蛙祭典 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对于女蛙的信仰 是古人寻求心灵慰藉的一种表达 而信仰的背后 是人们面对困苦时的坚毅与果敢 是应对自然挑战时的应变与巧思 山高视险阻挡不了人们披山凿石的决心 困难重重 束缚不住人们求变突破的智慧 蛙皇宫得以屹立于威雅之上 并着然于世 他记录着人们不畏艰险的气魄 也见证着人们对于华夏文脉的传承 有这样一条古老的山脉横更中原 云海书卷处辉弘公冠泰然屹立 今天的人们借用古人的巧思 以山岳为舞台 让建筑在这里成为文化传承的代表符号 人文历史与自然盛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那що 听到没什么事 Fox 字幕志愿者要找到 会给我 donné